名号的这个毅力 真的 不要说是霸师老翁啊 不明白了 正如佛在经上所说的 唯佛与佛了 方能究竟 等着菩萨 对这句名号甚甚一礼 也像各罗望约一样 他的功德了 届时设方祝福 臣说差说 都说不尽呢 莲池大四 给我们说的这些话了 句句都是真话 因为名号就是法界的体现 故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 能念一句 功德就不可思议 但是他得不得受用呢 这就很难讲到 真正得受用 必须要具备 信 愿 行 三个条件 那 王生 那就又必须叫具足 像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善根 而少善根福德应援 得生必顾 你要记住 善根福德应援 少了还不行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真的 想要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净土 那你就在念念 修极 善根福德应援 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说 否则 这部经上也讲到 灵敏宗实 顺利必须 是不是 于经上所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援 相矛盾 有没有这个情形呢 我相信 许多人 有这个怀疑 这个怀疑 自古以来就有 古大德 在经典论述 讲解当中 也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一生 不相信宗教 不相信 佛法 可是在灵敏宗的时候 偶尔 遇到这么个缘分 遇到一位善友 劝他念佛 劝他求生净土 他在这个刹那之间 听了之后 他就相信 他就接受 他就罚愿求生净土 居然也能 那这跟弥陀经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援 得生必苦 不就冲突了吗 我们反复是感觉的 真有问题 可是 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看起来 不但没有问题 跟经上讲的 完全一样 这什么原因 这一生 他没修 人家前世修的 过去生生世世 累积的 善根福德应援 这一生当中 没有机缘 遇到佛法 积极 积极 呼呼 空过一生 没有想到 在灵命中时 他遇到善友 这一提醒 把他阿赖耶诗里头 善根福德的种子 引发起来了 他成就了 是不是偶然 不是啊 慧能大使 二十四岁 在无足方丈时 里面 就听那么一点点 金 就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是偶然吗 如果是偶然 无足会下 那么多的学生 跟他那么多年 为什么不开悟 学佛的人 必须知道 因果通三世 过去生中 种的善根福德应援 这一生 原成熟了 他就享受到了 如果这一生 没有缘 那还要来生后世 总会遇到缘的时候 不定在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很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